Python的while条件循环 比如我这里开始有一个变量n 它是等于1的 那while n 小于10 它就print这个n 输出这个n 然后再给它n加1 n等于n加1 也就是每次执行一次把n 它的值增加1 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 它输出了12345到9 那么这个固定的写法就是while 加一个判断条件 while空格后面接一个判断条件 只要这个条件满足 就会执行以下代码 那么我想在执行结束之后 再额外增加一个可以这样写 while后面跟它 跟它同级的情况下写一个else print 比如说 循环结束了 那这样的话它在不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会输出这个print循环结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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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